Hello Andy,昨天其中一个焦点就是941宗移动 因为内地上升到停板,升到一成 有个朋友问941有没有机会,港股方面这边有没有机会试60元呢? 他叫阿玛子 我觉得这段时间,当然941就令到大家很意想不到地强 当然其实它回A和比较多现金都成为了其中一个想法 而且最近市中市场有其中一种偏好就是 觉得上年很多股份受到制裁的股份已经价格了不少 就拼命不需要有中美角力的情况下 反而去选择这些股份 其实除了刚才那些情况之外 正如今天节目也不断强调两次 其实港股的资金上未必你会特别去选择 究竟是不是因为大家喜欢电讯板块呢? 究竟是不是因为5G的炒作概念呢? 而是大家在选股上面 选择一些股值低残 或者叫做股值吸引 再加上息率高的股份 因为其实如果以941来说 它现在预测上率是8倍 终于升了这么久才叫做去到近年的合理水平 那预测股息率还有7厘 那变成其实资金呢 你回想一下就明白 为什么早两个星期应该会比起 刚才说的数字更加吸引的时候 资金就追了进去 那现在就开始变成是由原本的炒作 就可以引发了一些叫做动力炒股 那帮投机者都来了 那我会预期波动会开始大回 因为通常这些投机者都来了 那你短线拿着55元做指赚 我自己觉得如果以现在的股值 加上股息的市场口味上 市60元的机率是高的 甚至可能会再升多一点点 但是暂时你要推着指赚 以及预期波幅会开始大 嗯,好,那就留意着 因为波动大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要转身快的 看完 按摩